relationship 在看这个字之前 我们先来看它的动词 relate 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它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re念成re r-a-t-e 相信很多同学都会念的 它是late 那late这个字呢 原本的意思是迟到的 但这个字呢 跟迟到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极武动词 中文翻成使两者有联系 那这边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句型呢 同学要把它记起来 就是relate 再加上介细词to 再加上b 它的意思就是 a和b两个人之间产生关系 有联系的意思 那这边特别要提醒同学的是 接系词 我们要搭配to来使用 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studies have related smoking to many health problems so you shouldn't take up this habit 这个主词呢 就是我们的study studies呢 指的就是研究的意思 主要当作动词是读书 对不对 当作呢 当作名词的时候 当作研究 have related 这边就是我们动词 related a to b 这边的a就是smoking 它的b呢 就是many health problems 就是把抽烟 跟许多健康的问题 让它产生关系 也就是说 他们的研究 是这么认为的 那这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表示呢 这个研究 是在很久以前做的 一直维持到现在 他们得出这样子的结论 就是抽烟 和许多健康的问题之间 有相关 so you shouldn't take up this habit 所以呢 你不应该 不应该怎么样呢 take up 这个片语呢 特别注意到 它如果后面搭配了 是habit这个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habit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习惯 好 那染上什么样的习惯 你的片语 可以用take up 这个片语 好 接下来我们在relate的后面呢 把e去掉 再加上ion 这个字我们念成relation 我们看音节 第一个音节re 第二个音节la 最后一个音节 是母音的shun 那我们知道呢 中音就落在shun 前面这个音节 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relation relation 那relation呢 它是可以当作不可数 也可以当作 可数的名词 中文就翻成关系 我们看一下例句 in relation to your question in the email i still don't know the answer 好 那这边呢 relation 特别要注意到的是 这边呢 有一个片语 in relation to 后面接名词 我们中文 要把它翻成关于 好 关于你的问题 在哪里的问题呢 in the email 在你的电子邮件的这个问题 i still don't know the answer 我仍然呢 不知道那个答案 我还没有答案 好 第二个例句 there is a relation between the fires and the recent dry weather there is 相信大家知道是有的意思 有一个关系 介于什么什么之间的关系 a relation between a and 好 看到没有 那这边的a 是the fires 就是最近的好几起的火灾 还有呢 recent recent 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最近的 dry weather 指的就是干燥的天气 好 所以呢 在a跟b之间 它有一个关系 好 就是表示呢 和什么什么有关的意思 好 那在relation的后面呢 我们加上另外一个字 一个音节 就是ship 这个音节 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 relationship 好 中音还是一样 在选的前面 那这个字呢 它的意思 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a close or loving 好 loving 这个字 我们知道是跟爱 跟爱 就是感受 有关的 friendship 指的是友谊 在两个人之间 一个非常亲密的 而且呢 跟爱情有关的 友谊 好 这种跟恋爱相关的关系 我们英文就念成relationship 好 所以呢 relationship 跟后面的 刚刚我们讲到 这个relation 它的最大的差别 就是这个relation 是属于比较 例如说 人跟人之间 那种工作上的 或者是一些 物体之间的那种关系 好 我们英文念成relation 那这relationship 通常呢 是跟爱情 好 跟一些比较 人与人之间 比较亲密的关系 有关的 好 所以这两个relationship 如果要细分的话 它是有这个 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Mark and Amy have been in the relationship since their first date four years ago 好 我们的主词呢 就是Mark and Amy 好 那Mark and Amy 好 这一对情侣呢 have been in a relationship 好 那我们看一下 A和B 有两个人 对不对 好 A and B 后面叫B in a relationship 好 那这就是一个片语 表示呢 交往的意思 两个人 哪两个人 正在交往中 好 我们片语就用 Be in a relationship 那这边呢 它这个交往 它们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用的是 现在完成式 have 后面的动词 要变成过去分词 be 动词的过去分词 就是been 所以呢 have been in the relationship 表示呢 他们交往这个动作 已经在很久很久以前 自从什么时候呢 Since their first date Four years ago Since这个字大家都知道了 它的意思呢 就是自从 自从他们第一次的约会 好 什么时候呢 Four years ago 在五年前第一次的约会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他们都就持续的交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二个例句 Relationship 也可以当作关系 我们看例句 Maggie has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her grandparents because she lived with them for most of her childhood 好 主词是Maggie 和什么人 有什么样的关系 好 这边这个句型 我们也可以顺便记一下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表示和什么人 有关系 好 和谁呢 和他的祖父母 有关系 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为什么呢 好 这边有一个表示原因的 连接词 because 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呢 跟他们 他们只是祖父母 一起住 住了多久呢 for most of her childhood 好 他大部分儿时的时间 他儿时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跟他的祖父母 一起住 好的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Relationship 名词 恋爱关系 关系 Relation 关系 Relate 是两者有联系 有关系 Condç 转开 永脖 装 泳maan